你好 欢迎收看8月15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吉安川15号上午分别有七角川、永安、仁安等 三个阿美族部落举行了树木庄严的祭天祭祖祈福一事 乡长游蜀这一大早也和公主团队一起前往参加 共同来缅怀历史也倾听部落声音 乡长也鼓励主人们要以行动来推动文化永续传承 希望可以以最大能量共创吉安湘族群共荣的愿景 15号依照七角川阿美族部落 就在七角川赤箭纪念碑前举行了祭天祈福一事 有部落头目陈春生带领着部落长老及个年龄阶层的勇士们 共同陪祭 以诚心告慰过去的抗暴英灵 并向祖邻告知今年取消大型封年祭庆典的原因 以藉由召集舞报讯息 象征部落凝聚生生不息 虽然没有办法办封年 但是我们以祭祖的方式 我们还是很慎重的来对待我们的祖类 他们这首舞叫召集舞 也就是每年第一首舞 而在15号的这一天 吉安湘就分别有七角川永安仁安等三个阿美族部落 举办了树木庄严的祭天祭祖祈福一事 巷长游淑贞依照也和公所团队一同前往参与 共同缅怀历史倾听部落声音 吉安湘公所一定会全力的来支持部落文化自治的推展 以及各项的工作 尤其在今年防疫期 无法举行我们封年祭的这个时候 我们开启的祭祀祈福感恩祖邻 以及我们所有部落的感动 当然也唤弃了所有的部落的青年人 对地方部落过去的文史 不能忘的这样的一个主力 部落头目吴德焕及陈春生 也感谢乡长游淑贞带领公所团队重视部落文化传承 并持续推动一部落一聚会所 融入文化精髓 期盼将来各部落都能依循着南华部落聚会所的规划脚步 再为乡内增添部落亮点 记者许丽勤 吉安湘报导 吉安湘报导